男人可能难以理解女人的生活方式,像画廊一样点点不休,为了体重大呼小叫,什么新的养生方法都尝试,但女人却用时时回击,我们的寿命比你们高5到10岁。 2017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,2015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,达到76.34岁,比2,010年的74.83岁,提高1.51岁。 分性别看,男性未期是3.64岁,比2010年提高1.26岁,女性未期是9.43岁,比2010年提高2.06岁,女性提高速度快于男性,生命是保国内外权威专家,皆是女性尝试的秘密,给男同胞之招科学研兽。 中国女协会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平,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专家沈燕英,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琪,上海先例咨询行业协会会长王玉竹,女人天生自带长寿基业。 世界卫生组组和联合国人口组织多年的调查统计表明,男性寿命平均比女性短5至10年。 而且在一些国家,这种差别还在逐年上升,比如在我国,20世纪70年代,男性比女性寿命少一年,80年代少两年,90年代少了四年,进入了21世纪则少五年。 而在美国一般统计是男性比女性短瘦七年,在俄国男性比女性短瘦十年,四个因素坚持女性健康。 专家们指出了影响女性寿命的四个因素,提醒女人别丢掉长寿优势,压力变大,如今女强人越来越多,既要在职场拼搏,又要照顾老,养育小,压力大,身体自安吃不消。 太过坚强,女汉子又是自己扛,不爱唠叨,更不愿掉眼泪,压力长期憋在心中难免导致内伤。 吸烟是酒,不良习惯对女性的危害人比男性更严重。 研究发现,女性吸烟者患关心病几率比男性吸烟者高25%,患脑出血风险比男性吸烟者高17%,且做不动。 英国最新研究发现,与35年前相比,现在女性做家务的时间减少了20%,运动减少,再加上高油、高盐、高热量的饮食习惯。 很多女性加入了肺胖大军,增加患多种疾病的风险。 男人该向女人学八点试,喝热却有助睡眠。 男性体内凉气较盛,喜欢喝冷饮来消灭体内的热火,但长期以来容易导致肌味虚寒。 许多男人在饮食方面不讲究,不按点吃饭或容易暴饮暴食,饱经摧残的肠胃在被过量的饮料刺激,化肠胃疾病的几率会大大增加。 尤其早晚,一定要多喝温热的水。 早喝有助于阳气生发,晚喝有助于睡眠。 养花草培养耐性,应酬多的男性养一盆茉莉花,其中的芳香醇帮助身体分解酒精成分。 经常熬夜的男性养一盆薄荷,薄荷醇的醒脑成分,会让人在夜间工作更有效率。 对于急性子的男人来说,摆弄花草可以培养耐心,还能缓解压力,分散注意力,打发闲暇时光。 趁体重远离慢性病,体重是许多慢性病大病的晴雨表,因至少每个月趁一次,并保证自己的身体质量指数在正常范围内。 你等于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,在18.5、23.9区间内位达标。 小运动带来达健康,把一天半小时的锻炼计划,分成6个5分钟,会好实现得多,可以包括人地跑、哑铃。 俯卧称,身子按摩等多项小运动,大强度的污氧运动不利于深呼吸,而使呼吸越来越浅,导致压力增大。 多泡脚保护凉气,保护凉气的最好办法,就是每天晚上用热水泡脚,泡脚只把暖子放在旁边,随冷随天。 脚底密不折各种穴位,如果能在泡脚后对脚心,脚趾进行适当按摩,还可以提到处境继续运行,输尽活罗的作用。 等话老大脑不变老,女人每天要说两万个字,男人每天最多说一万字。 说话可帮大脑代谢残余废弃,吸收新鲜空气,降低氧化程度,聊八卦减压促交流。 八卦是好奇心的代名词,爱八卦的女性,通常对旁人的观察更细致入味,更能体谅他人的情感需求。 无上大量的八卦有很好的减压作用,尤其对男人来言,知道某些关于自己单位或朋友的八卦,代表他们没有落伍或被排斥在圈子之外,洒洒就更高原爱。 人的情感就是一道大把,谁未告了就是要泄红。 男人应该像女人一样,勇敢表现自己的情感。 高兴的时候就笑,不高兴的时候就哭,委屈的时候就绝绝嘴,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撒撒娇,有真情实感的男人更高原爱,也容易成功。 爱人数生命时宝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